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们总是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缕 有趣的灵魂万里雕音 殊不知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相由心声 一个人的相貌会随着心念改变 最终性情影响着容貌 面膳绝非肤浅地随口称赞 它是一个人剥离了外表之后的素养 是放在人群里面也能一眼分辨出的气场 它是你灵魂的模样 曾在知乎上看到过这样一个问题 奥黛利赫本的美究竟从哪里来 有人回答说 它的外貌是天生的 气质是与生俱来的 它的美是容貌气质揉着岁月混成一体的 说到底是它优雅的灵魂造就了它个人 还记得它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要有吸引人的双唇 请说好意的言语 要有美丽的双眼 请寻索他人的优点 要有纤细的身材 请与鸡鸣分享你的食物 要有亮丽的头发 请让小孩每日触摸你的头发 要有自信的态度 请学习你不曾学过的知识 女人的美丽不是表面的 应该是她的精神层面 是她的关怀 她的爱心 以及她的热情 赫本的童年是艰苦的 无尽的战争迫使她和母亲一直颠沛流离 但残酷的战争并没有摧毁她善良的心灵 长大后的赫本多次参与和平电影 用自己的方式传达着爱与和平 晚年的时候更是身体力行 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亲善大使 帮助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孩子们 倾覆不少国家和地区 为孩子们呐喊 呼吁和募捐 切实地在现实生活中参与慈善 这世上没有单纯的美丽与否 奥黛利赫本的美源自于心 外化于脸 她美丽的面相正是她优雅心灵的模样 面善的人面貌温和 气质温润 最值得深交 一 面善的人生活自律 听过一句话 命由己造 相由心生 的确如此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境 就有什么样的面相 决定你的面相的不是上天 也不是父母 而是你对生活的态度和自律的程度 有一位网友说 记得宝宝八个月的时候 帮忙带宝宝的阿姨 因为家里有事回了老家 找不到合适的阿姨 万般无奈 我只好辞职回家当起全职妈妈 一下子从职场回归到家庭 我的生活节奏都被打乱了 平时就我和宝宝在家 给宝宝做好食物 就懒得自己再去做吃的 有时随便吃一点 有时为了省事就干脆不吃了 晚上宝宝睡着后 收拾好家里 就一直刷手机 有时还没睡下 宝宝就醒了 天天睡不够 天天不舍得睡 有一天看到镜子中的自己 紧直都不敢认了 双眼空度无神 黑眼圈明显 甚至嘴角也是搭拉着 一副苦瓜脸 跟之前那个没亲目秀的我 判若两人 从那天起 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天都会认真给自己做饭 同时卸载了手机上一些不必要的软件 挤出时间运动 看书 休息 自律了一段时间后 我的面容开始慢慢的变得清和了 罗素说 一个人的脸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它不仅藏着你的生活 更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人的五官是天生的 但脸色却是靠后天自己修来的 一个人整天放纵自己 对人生没有追求 久而久之 面相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你没有目标 眼神必定暗淡无光 你没有笑脸 嘴角一定是搭拉着 你少了睡眠 疲态自然就找上门来 只有当你足够自律 认真对待生活 你的面相才会改变 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最终都呈现在自己的容貌上 有句话说得好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跟面善的深交 你也会变得朝气蓬勃 自律阳光 二 面善的人带人温和 礼记有言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必有婉容 一个人的内心好坏 总会在脸上展露出来 面善的人 总是嘴角含笑 眼里清澈 给人舒适 清静感 宋清凌 一生温和仁慈 说话声音柔和 从没有与人红过脸 是公认的好脾气 作家向美丽 从在《宋氏三姐妹一书》中 这样写道 孙夫人说起话来 细声慢气 宋清凌对身边所有的人都很好 一点架子都没有 她每次出门 都会提早五分钟 到楼下等司机 经常会送些钱和衣物 给身边需要的人 对保姆李燕娥 更是情同姐妹 跟她同桌吃饭 谈笑风生 李燕娥身体比较胖 宋清凌让人专门改制了一张矮床 方便她休息 后来李燕娥生病 宋清凌十分担心 亲自把她接到北京来看病 还请人照顾她 宋清凌不是宋家三人姐妹中 最漂亮的一个 但是却是最面善的 最让人舒服的一个 俗话说得好 心善则面善 心恶面必恶 什么样的心灵 展现了什么样的面容 一个人的相貌 是由其内心折射出来的 内心充满爱与温暖的人 脸上自然就会流露出 和蔼可亲的神色 反之 一个人内心充满邪恶 自然就会满脸凶象 面善的人带人温和 与他们交往 总能令人如暮春风 三 面善的人处事豁达 梁石秋先生曾说 人的脸大致分为两种 一种是令人愉快的 一种是令人不愉快的 而他自己就属于前者 不仅面色温和 性格也很豁达 有一回 梁石秋先生 硬邀前去参加 师范大学的消沁演讲 当天演讲的人迟到很久 在场的师生们 都等得很不耐烦 情绪很是不满 场面十分尴尬 梁石秋先生 看到场面真的混乱 着实需要处理 他不慌不忙 大步走上台笑着说道 过去眼惊醒 往往正系上演之前 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 上台来跳跳加官 以便让后台的主角 有充足的时间来做准备 我现在就是奉命 出来跳加官的 一席话 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把大家的不快 一扫而光 梁石秋先生 轻松幽默的话语 不但替迟到的 演讲者解了围 而且还安抚了 在场师生们的 不满情绪 都说面善的人 出事豁达 果真如此 面善的人 遇事沉着冷静 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 设身处地地 为他人着想 他们懂得与其抱怨生气 不如一笑置之 既来之则安之 使面善人的人生准则 与这样的人做朋友 实施人生之幸事 四 面善的人最值得深交 英国文学家罗素说 一个人的脸 就是一个人价值的外观 他不仅藏着你的生活 还藏着你正在追求着的人生 当有人称赞你面善 请相信 他称赞的 并不只是你的容貌 更是你的人生 就像走在路上 被问路的 永远都是看起来面善 容易得到答案的人 而那些一眼看去 就不好相处的人 则是大多数人 必让的对象 同事是一个 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应届生 前两天一起吃饭 偶尔聊起面相 他说 面相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 而前两天听到 有人夸他面善 是他听到的最大的赞美 那是一个清晨 着急来上班的同事 正好赶上了最后的门禁 可身后紧随着一个阿姨 亲手 身着朴素 手里提着一个小袋子 可能也是匆忙来上班的人 微笑看着他 忘记带门禁卡了 可以帮我开下门吗 在帮人和上班中 他选了帮人 刷了门禁 替他打开门等他进来 阿姨却站在门口 身后沐浴着清晨的阳光 冲他微微地喊手 说道 谢谢 看着你就是个面善的人 那一刻 恍若沐浴阳光 《罪福报应经》中说道 为人端正 颜色洁白 灰荣第一 人性的真善美 往往都刻在一个人的脸上 面善的人 追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他们心怀善意 心胸豁达 人这一生 会遇到很多人 但真正值得身教的人 也不过寥寥无几 遇到面善之人 一定要好好珍惜 因为你给他们一个微笑 他们会还你一份温暖 余生 愿我们都怀着善意 长成美好的模样 成为温暖别人的光亮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